据报导日前台湾大学新海研一号科考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作业期间 遭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城市场的海发和干扰 称未经日方同意不得在日本专举经济内进行科考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你提到的有关事发海域 距台湾岛仅60多海里 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科研机构 完全有权在该海域开展科考活动 外国不应干涉 中日在台湾以东海域尚未化解 中方不接受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 和所谓行使管辖权的行为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交涉 要求日方不得干扰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方船只 在该海域的科考活动 要求日方发海域尚未化解放 来一旁氓虚式